其實我們這樣講 就是說要建立一個和諧的 誠實的社會 誠實我覺得這樣比較好 所以其實我們佩服九把刀 這一次他提供700個便當 鼓舞大家追抓出真相 那700個便當現在是那個叫做 戴用便啦 大家把頭腰吃的 哈哈哈哈 好 我們來看總統 總統疲了 總統很疲 而且為什麼這個李嘉飛 一直傳字條給總統 什麼總統媒體在拍你打瞌睡 總統換向2000摔了 網友哭哨的 網友哭哨的 還有總統不能在你後面 網友怎麼說你不要再黏一下 對啊 只有那個媒體在拍你打瞌睡 那是原版的 這是原版的 原版的 那個是原版的 那我們剛剛不是講 網友的話不要信嗎 那我們現在要引説網友的話嗎 沒有 那是副手 那是副手 就是好玩而已 不是真的 對 總統換向2000摔了 要對外發言說很代曬嗎 不 換向2000摔是事實啊 對 要對外發言說很代曬嗎 這個每個人看法不一樣 水母的手是有毒的啦 然後這個非還寫錯 他故意的 夫人現在在你後面 他非常的火 這太離譜了 這字他太多了 可是快要爆炸 快帶夫人去菲律賓 可是名字差不多 肥 肥 肥 還啥咪 好 啥咪是一個 KISS的意思對不對 對 很可愛的KISS 我想還是這個啦 OK 也就是總統520那天 其實心力交稅非常的累了 美人我要先講一句 我們經歷過這麼多的總統 也許蔣經國有很多觀眾 大概年紀比較輕 大概不太清楚 李登輝總統 陳水扁總統到馬英九總統 請你回想 倒帶講講看 有哪個總統形象 是在媒體面前不斷的跟你 讓大家看到他打瞌睡的 李登輝總統連他去年吧 生病 連推個輪椅出來 他都不 不要做輪椅 他就是要這樣撐著 走路出來 那表示他有 他自己要堅持的一種形象 還有對於整個國家 他有一點 他覺得他代表了某種 他在這個國家裡面 代表了某種精神 他都沒有 陳水扁 不管今天是不是坐牢 有被派過一兩次 沒有 陳水扁就是出訪的時候 有時候有提特黨的 幹嘛就是前一天 跟吳淑貞吵架 或是吳淑貞架 這天精神會比較不好 你怎麼知道 因為晚上都沒睡 你後來就可以印證 前天他們家出了什麼事這樣 看到總統今天精神非常萎靡 偶爾會這樣咪一下的時候 後來就印證說 他們家有件事 可是事數很少 很少 很少 真的很少 有一兩次 有一兩次 就是出國的時候 好像是他 對 時差 他已經小了 他真的很少 很少 我要講這過程是 有這麼樣的 經過這麼多 這三任總統下來 有這麼常看到 馬英九總統被拍在 打瞌睡這個 到底有幾次 馬英九很多 馬英九無處不是 都有八次 每一面都有 這個應該是不太正常的 而且 黨內會議也有 接見外賓也有 初訪也有 然後像這種所謂的 房災中心也有 這個李嘉妃自當字條 是幫忙還是幫到忙 當然是幫到忙 他的原意是想幫忙 但是我覺得 我不曉得他為什麼要寫字條 因為其實那個場合是這樣 他可以過去跟他搖耳朵嗎 李嘉妃可能不方便過去 可是那天那個字條 是誰拿給總統 是總統府副祕書長 叫熊光華 那代表什麼 代表說有人 可以走到總統旁邊 那今天李嘉妃你如果看 我如果是李嘉妃 我就跟熊光華講一下 你去跟總統講一下說媒體在拍 那熊光華走過去 只要碰一下 報告總統媒體在拍 就OK了嘛 那天為什麼會被拍到 你知道嗎 我覺得我們的記者 台灣記者真的太認真 因為房災中心那個場合 官是坐底下 記者是在樓上 樓上 那當然大家都焦點在總統 總統就打瞌睡 當然一定拍 然後突然這個時候 熊光華走過去 給了一張字條 他看了突然醒過來 我想記者第一時間反應 一定是菲律賓講什麼了 趕快報告總統 因為這是很緊急嘛 所以趕快去拍那個字條 好死不死那字條 上面又有一個菲 不是 最嚴重的是馬英九還 正正經經的把它 把它當公文 大家會覺得是很重要的事情 他如果看完柔調 就沒事了 其實房災中心的規模 可能就是發言人 層級不能夠進去 只有那個副秘書長 因為熊光華是總統府的 副秘書長嘛 所以他就是要 叫熊光華去傳這個紙條 那現在大家都會講說 你為什麼要這樣子做 那可能就是前兩天被批說 你這對菲的發言太軟弱 對兩個菲 那個菲啊 李家菲 對菲律賓 當然說他是為了 補自己的那個 講了你也就是想 江宮俗過 什麼菲咧 講的是華菲啦 我補一下明鳳獎 他講對菲太軟弱啊 我補一下明鳳獎 其實他不是第一次打瞌睡 在媒體記者是已經看過他 又來了又來了 又來了又來了 還一直在那裡 又來了又來了 記者是當場在那裡一喊 又來了又來了 就是要打瞌睡 又要打瞌睡了 李家菲才會 趕緊要去做後面這個動作 因為他不是第一次打瞌睡 他是一直在打瞌睡 那個就在房治中心是很bore 還是氧氣不足 空氣不流 其實聽那些簡報真的很bore 是沒錯 真的很bore 可是我覺得 可是一大早耶 拜託9點多而已耶 重點是我們要還原那個時空背景 我覺得很luxa的是在那裡 那天是520 他原本要去雲林 有一個就職的談話 那因為說這個可能 怕擔心有災情 所以取消去房災中心關心 這個是你自己安排的一場公關秀 結果呢觀眾到場了 媒體到場了 主角睡著了 那你這個 他平常不喝咖啡提神嗎 他平常 很難倒我們 其實很難倒 其實我覺得他們 他很奇怪 精神那麼不濟 可以當天還要開記者會 請問他記者會 可以講什麼東西出來 就睡啊 其實大家是說這件事情 其實蠻有打瞌睡 也不是新聞 如果蠻有那天只打瞌睡的話 新聞就不會那麼大 那這算是送給大家全民520 一種娛樂 從頭笑到尾 因為有這張字條以後 你可以看到中時電子報 上面下的標題 都是狠的 或者就把大家都 多狠 他用了兩個字 我私底下在說 為什麼 他既然是標題就可以講 不行 我不能講 他用他 就是要 他們是已經是電子報了嗎 對 提醒你 提醒你起床嘛 可是他用了那兩個字 不是 Morning Call 中國的說法 這會糾結 對 反正就是 因為這張紙 所以就弄出來 新聞更大條 但是從這張紙條 後面看到的東西更可怕 你知道嗎 為什麼 結果你一個總統 跟一個幕僚的互動 是這樣的話 那你顯然就平常 在整個辦公室裡頭 的紀律是什麼 就是說 那個內部管理有很大問題 對 就是說內部管理有問題 因為你一個發言人 人家是你要愛將 愛將不可以這樣 愛人就可以 我一個朋友 他是當過院長級的基要秘書 他其實第一時間 他就傳訊息給我 他說 我們再跟老闆再熟 我們寫字條 我們會怎麼寫 他至少會寫個指 某某 你至少要寫名字 不然你如果真的很緊急 你連名字都不要寫 因為你想想看 能夠走到老闆身邊 傳紙條的 就這幾個人嘛 那你想想看 會傳紙條給你 你不用寫名字 老闆也知道是誰 而且筆記一看就知道 對 那還需要寫個那個飛字嘛 你知道那個字 然後後面有感覺是上對不對 還是沒有 就是飛 沒有 他是一個飛 他習慣的簽字 但是那個飛字 就是就很多 就很多遐想 就很多遐想了嘛 遐想什麼 很容易想路非非 就感覺就怪怪的 你知道嗎 就覺得兩個人感覺好像 就有點像是 女生給 傳紙條給男生那種味道 都不會重斷別人的想 只是想說 你這個總統真的帶人 帶人很失敗 真的 就是部署跟長官之間 一點距離都沒有 沒有分寸 沒有分寸 對 因為基本上 我問過嘛 其實之前那個 以前總統府有一個幕僚 他是單名 其實Pansy有差一個話 你如果你搞不好 你那時候 總統 媒體在拍您打瞌睡 你熄個紅 他總會精神起來 如果我要寫得更快 寫得更快就好 沒有 他看見你的名字 他如果看見你的名字 就真的很精神 起床了 我覺得你若寫說 總統需要幫你準備咖啡 搞不好都還好一點 其實也不用寫那麼白 你若非寫字條不可 你可以寫總統 媒體再拍照 媒體再拍四個字 媒體再拍 然後也不用署名 因為其實不需要署名 根本也不需要 不是可以走到他旁邊嗎 對 就熊關華到方講一下 總統 媒體再拍 你給我講的就好了 可是如果你叫熊關華去 那就是變熊關華的功勞 現在大家都在爭議的 就是這一點 就是為什麼要有字條出來 所以他的白紙留下黑字 對 然後還寫那麼清楚 打瞌睡三個字 其實這東西提醒發的方式 有很多種 按摩多戲是真功推維 這可不可以問你 為什麼他那麼喜歡 因為從對菲律賓事件 大家對李家輝就很有爭議 他覺得他不稱職 那為什麼馬總統那麼愛他 不是 愛用他 這件事情我們就講到 馬總統對於屬下的一種關係 結果整個對菲律賓事件 因為我們總統府從秘書長 副秘書長 兩個副秘書長 然後總統公共事務室主任 然後你只要有一個 所以兩個大的副秘書長 或是秘書長 不願意出來講話 你就讓這個小朋友 一路擔到底 對不對 那你之後 就是因為譬如說 某個 他是發言人啊 發言人當然要出來發言 但是你的層級可以提高 你怎麼會把這個事情 拖給一個這麼小的發言人 而且這個發言人就是一樣 就算伯伯是發言人 之前那個男生都比這個女生好 其實米鳳 我倒覺得 跟年紀沒有關係 不是 事情 菲律賓總統府 那個副發言人華爾蒂 其實年紀也不大 可是人家表現就很稱職 我覺得跟年紀倒沒有關係 我覺得是個性的問題 可是 不是就是 他不適合當發言 他也許擺在其他位置 就是因為某個副秘書長 他不願意出來發言 或是某個秘書長 他不願意面對媒體 那你就把事情弄對 那他開記者會 只能照本宣課喔 他不能讓記者問問題 這是很大的致命傷嘛 他沒有授權嘛 不是沒有授權 因為他不敢講話 他也沒有授權 沒有授權 可是也就是沒有授權吧 對 鳳 我們等一下 好噁 好噁 噁噁 噁噁 那個垂頭拿來一下 有授權 我現在有改當名人家怎麼要是怎樣 A